又來到素食教主Wall Food系列 今次教大家香蕉合桃麵包 Wall Food竟然會有麵包 亦很有趣 究竟麵包怎樣做呢 麵包不是非一般要焗的 又不用進焗爐 又不用打很多東西 純粹要靠自己的手去拌出來 配方是怎樣呢 一一都會為大家詳細講解 大家記得看下去 現在為大家示範香蕉合桃麵包 麵包其實都很簡單 亦都非常健康 這就是阿麻子粉 當然阿麻子粉 你自己家裏要用新鮮打 是最好的 因為現成打好那些 不好處是阿麻子很快氧化 自己新鮮打的氧化程度很快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機 自己新鮮打最好 這個就是行人粉 亦都是我新鮮打的 那是什麼行人 就是這個 有衣的行人 如果你說一般我們家庭 我們想嘗試下肉食 但亦都不想那麼麻煩呢 其實可以買回普通熟了的果仁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 那當然背後裡面的營養 吸收又會不同了 但你起碼做到那個味道 和那個接近的營養 可以試一下先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椰子粉 之後呢 這些就是 1 2 3 4 就是主要麵包的成分 麵包體 這些就是切碎它 拌進去做 麵包裡面的 有些粒粒 有些口感和甜味 所以這個合圖 我們就會把它 略略去切碎它 大小也是你自己喜歡的 那當然你太大粒 就會令到麵包容易散 太小粒就沒有口感 所以呢 就要自己去試一下 好 我們切了它之後 我們先放在一邊 那這些呢 因為它都很小粒 所以就不用切的 太子乾也都不用 那如果你說我用其他 譬如我自己封乾了一些菠蘿乾 譬如橙皮 你沒有果乾 這些如果比較大的 你自己切小粒一點 對 任何果乾 你喜歡的都可以加進去 那之後呢 我們就打這個 椒 那這個椒呢 就是這個包的甜味的來源 和實體的來源 我們會用到五條香蕉 那這五條香蕉 那這五條香蕉 最好都是用到起了棉花點的香蕉 那它才是最甜的 和最高抗氧化的時候 那這個份量也都未必一定是五條 因為看你那個椒的大小 那最終呢 我們打完出來的那個液體 那個椒的液體 有兩杯的份量 就OK了 那我們就一滴水都不用加了 我們將它現在呢 打到變成一個液體 那就可以先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拿一個玻璃盆 我們將剛剛我所說的 那這個粉 全部加進去 那這個只是給大家看一看的 所以我們不用加進去 那這些粒粒呢 就待會後加的 我們不要加著 我們先拌了這些 那我比較有經驗 那我比較有經驗 就不用拿一個液體 如果你覺得怕液體 不知道多了還是少了 最好就倒進這個杯 一杯這樣就是一杯 那我倒了兩杯 倒進去 那就準一點 但是如果真的 你說不小心 倒多了進去 那怎麼辦呢 那唯有你就加上一些 椰子粉 阿麻子粉 每樣都加多一點 那最緊要呢 拆了出來那個 稀稠度 對就OK 然後呢 這些全部都 它的水分呢 它會慢慢吸收 因為它裡面呢 有些阿麻子 阿麻子是很吸水的 那你給一點時間 它稍後吸一下 吸一下就會比較乾一點 你現在看到呢 好像比較濕一點 不用擔心 它會慢慢乾一點 還有你現在把所有的種子 呀 果仁碎呀 都加進去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用手去拌 那你就去感受一下那個 鹽包的那個 那個稀稠度 如果你覺得它太乾的 你就要補回 焦的液體 下去 太濕了 你又要補回剛剛那些 那些椰子粉 那些粉 好了 那我們完全拌均勻了 那你檢查一下那個狀態 那第一它 它不容易散的 第二 真的不會濕到 一瓶這樣 那好像現在這個呢 都已經可以了 那我們呢 我們呢 就要將它造型 要補回麵包 那這一塊叫做不黏布 那其實你家裡沒有的 你拿回普通的牛油紙 或者有些直膠的 類似直膠的砧板 那些都可以的 那我作用就是 讓它不要黏著桌子 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將它 插一插它 就讓它裡面的空氣 都壓走它 讓它裡面 實心一點 那之後其實 已經可以造型了 我們靠桌子 的平面 這樣燉一燉 那你見我呢 我也是靠桌子 這樣燉它下去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平面 那我就四邊都這樣燉 然後呢 底面也燉一燉 那我四邊都這樣燉 然後呢 底面也燉一燉 然後呢 底面也燉一燉 其實大致上呢 已經做了一個麵包 它做不完 很簡單 就是小朋友都可以做得到 那之後呢 我們呢 就 拿去冰櫃 或者冰櫃 如果你想放久一點 你就放冰櫃 如果你想放久一點 如果你只想放冰櫃 就切 你就放冰櫃 去儲存它 給它一兩小時時間 去冰櫃 你想快一點 冰櫃 雪完之後 我們就切片 其實放回室溫 已經可以吃得了 那最後呢 我們放在冰櫃 儲存呢 是怎樣呢 我們找一張 油紙 牛油紙 可以這樣包起來 很順便又可以 做一做形 好 好 這個狀態 我們放入冰櫃 我們想快一點 放入冰櫃 我們一個小時後 就切開給大家看 好了 現在這個香蕉合桃麵包 已經出爐了 其實我們都是雪櫃拿出來的 我們雪到夠硬身 我們就拿一把膩一點的刀去切片 厚薄就自己喜歡 它密度非常之高 而且營養也非常豐富 其實兩塊 我相信一般的女士 加上 如果有果菜露的飲品 其實已經是一餐很營養豐富 又飽桃的午餐或者晚餐 我現在已經有多在營餐 我們會試驗一下